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宝月站窝》 接下来来看看我们今天请到的四位老师是谁 他们是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左岩老师 欢迎 来自审爱研习社的主理人陆琪老师 欢迎 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严品红 严老师 欢迎 图磊图老师 欢迎 来吧 了解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现在对他特别失望 毕业前跟我说得那么好听 要对我好 跟我结婚 给我未来 可是现在呢 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他想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 他生病了我也照顾他 他还要我怎样啊 我想让他多陪陪我 可是他呢 平时在一起的时间本来就少 一有时间他又去找到朋友也不陪我 本来平时上边那么累 还要让我陪他去逛街 他就不能体谅我一下吗 我一个人在这边工作 我把所有的希望都压来了他的身上 可是现在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点希望 连你我都没希望了 我们的爱情啊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24岁来自天津公司职员 女嘉宾小莹24岁内蒙古公司职员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魏啊 大学同学是吧 是 男生追了女生一年多才追上的 所以很珍惜他是吧 嗯 对啊 现在毕业了对吧 你留在哪了 留在这边 在天津啊 嗯 当初嘛 我妈想让我回家工作 然后他说就是我会对你好的 我会给你未来 我会给你结婚的 会让你幸福的 可是现在吧 他一点都没兑现 跟当初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吧 我妈对他有意见啊 然后我还跟家里面闹得挺不愉快的 为什么对他有意见呢 就是前一些日子吧 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吧 不小心把脚给弄伤了 嗯 然后之后把公司给了两个星期的工价 嗯 然后我就寻思 我在这边吧 也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当时是有挺严重的 下不了床了 然后我就寻思 回老家让我妈照顾我 嗯 然后他就跟我妈不合 我就寻思 通过让他回家照顾我 我妈看见他 对我还是挺细心的 然后也许就会接受他 可是他死活就是不跟我回去 我觉得跟我回家 缓和一下关系 不是挺好的吗 是请不到假还是怎么 我跟他妈关系不是很好 他妈看我也不顺眼 你为什么跟他妈关系不好啊 嗯 因为我们俩有的时候吵架 他向他妈打小报告 哦 不是我在这边也没有朋友 没有亲人 我受委屈了 我总找人诉说诉说吧 那我跟自己的亲生母亲 素素苦怎么了 再说了 我是他的心肝宝贝 那他替我受委屈了 他说你两句 怎么了妈 见过他妈妈吗 没见过 没见过关系就能这么不好啊 他当初跟我妈打电话的时候 在跟我妈电话里面吼了一张 我感觉他身为一个晚辈 我妈那么大岁数了 怎么能吼我妈呢 不是为什么事 他跟你妈打电话吼了你妈 姑娘才慢慢说好不好 就是因为吧 你说我一个人在这边 我当初留下来 就是有挺大压力的 跟家里边闹得挺不愉快的 然后吧他也不陪我 我在这边也没有朋友 我就是玩游戏 然后就在网上认识了一个网友 也不知道人家是哪儿的 就是也没什么关系 就平时就说睡了吗 有没有时间搭两把游戏 然后他就小心眼儿 就是无理取闹 然后就说我跟人家暧昧 那怎么就暧昧了 男网友是吧 对 然后怎么就跟你妈打电话呢 咱们先把妈妈在这儿说完 再说网友的事好不好 然后呢 然后之后吧 他就跟我吵架嘛 我就觉得挺委屈的 然后之后我就跟我妈说那种 我说他平时跟朋友出去喝酒 吃饭什么的 他也不陪我 然后我就玩游戏 他就说我 我当时跟我妈说了 我妈就生气了 就给打电话了 那你跟人母亲喊什么呢 我没跟他母亲喊 只是那个时候 我说话有点恨吧 你怎么说的 怎么恨的呀 孩子 当时他妈说 如果你再对我女儿不好的话 就让他回家 不让他留这儿了 然后我说 我们是彼此相爱 你是看不起我吗 你当初是这么说的吗 你当时是这个语气吗 你当时在跟我妈吼 我感觉你真的 你不知名师长 还有别的话吗 没有 就说了这样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对 那不会有这个反应呢 孩子 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 其实不是故意的 接着咱们说说 这男网友的事 你知道吗 这男网友 我知道 他跟我说了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挺人气的 你气啥呀 他跟你打游戏 还聊天聊得挺暧昧的 那你呢 你去哪儿了呀 那我跟人聊天怎么了 那你不陪我 我没有人说说话 我在这边 我朋友都没有 那我玩游戏 认识的好友怎么了 那我今天这个局限 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我的天哪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他为什么跟那个 打游戏打得那么热闹 还聊天呢 可能是我当时 上班比较忙吧 没照顾好他 没照顾好他 对 那你在天津 是有工作的对吧 对 那你上班 你不是得有同事吗 得有自己的社交圈 有吗 多少有点 但是不是特别好 你现在的主要时光 是打游戏是吗 不是 我在工作 就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 对 就是上次吧 我想让他多陪陪我 那天正好我俩都休息 说好的一起出去 陪我逛街的 然后可是当天 他又说他要加班 然后我 我又不是那种 不闷事理的人 那你要加班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逛街好了 我就逛街的时候 就碰见他同事 他同事说 今天根本就不加班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跟他朋友出去 喝酒吃饭去了 然后故意不陪我的 为啥骗人家啊 我当时那天 我朋友过生日 我跟他们喝酒打游戏了 那你干嘛不带他一起去啊 他不也上班吗 我看他挺累的 就没让他去 而且我们还喝酒 那你直接跟他说 你说我朋友过生日 这也没什么呀 干嘛骗人家啊 我怕我告诉他 才会生气 不为他逛街 跟我朋友去喝酒打游戏 你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是不想介绍我 给他们认识吗 你不希望我们有未来吗 为啥不介绍 谈了两年恋爱 朋友不早就应该 交集在一起了吗 我只是知道叫什么 但是从未见过 也就没有当面的 认真的介绍给我认识 你们谈了两年恋爱 等于双方的朋友圈 还没交集在一起呢 没有 那你们大学那些同学呢 大学同学都是五湖四海的 都各奔东西了 就没有几个联系的 然后我的高中同学 也都在内网那边 就是我在这边 就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你给我描述的 基本上面 是你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为了这个男人 和一份感情留在了天津 是这意思吧 姑娘 我当初留在这的时候 我几乎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 结果我现在 真的特别失望 那你今天 你想来干嘛呢 我觉得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如果现在跟他分手的话 真的挺舍不得的 然后我希望他可以 为了我改一下的 然后我想跟他结婚 就是可能是有点早 但是我就是想要他一个答案 他当初把我留在这边的时候 说了是要结婚的 可到现在他只字不起 我就想要一个答案 那个结婚 我是肯定会跟你结婚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太小 我们还年轻 趁这个时候 应该分到几年 就是你现在 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是不是这意思 对 对 对 姑娘见过他的家人了吗 没有 他也没见过你的家人 没有 他跟我父母 就是有着冲突嘛 我就想让他回家 跟我缓解 可是他就是不敢 见我的父母 不 不 不 你看啊 他也不陪你 对吧 他还撒谎 他对你父母态度又不好 那你干嘛要嫁 给这么个男人呢 别嫁了呀 可是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总是舍不得呀 怎么回事啊 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挺好的 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 除了在寝室 剩下的时间 都跟他在一起 对 那个时候 为什么有时间 跟他在一起 现在不行了呢 现在工作挺累的 对 就工作 你可以工作嘛 工作完了之后呢 回来朋友 让我跟他打游戏 我想送送送吧 你这么说吧 现在游戏比他有吸引力 对不对 反正也不是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颗 爱玩的心 还没收回来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你说我现在没收心呢 姑娘还回得去老家吗 回得去 回家呗 可是我还是不舍得的 不舍得什么呀 不舍得的曾经啊 就是那个感情 他曾经还是对我挺好的 所以你现在还要哭着闹着 让他娶你是这意思吧 就是想让他对我好一点 希望他能改一改 回到从前 还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 喜欢你不搭理他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小 结婚我怕照顾好他 行 你先不 人家先不说结婚 你现在能不能 多照顾照顾人家 能 我知道我之前做得不太好 我以后一定好照顾他 抽出时间来陪他 哎呀 真是太忙了 还要抽出时间来陪他 女生还是希望能够 往前再进一步 是吧 对 好 老师们会如何 帮助他们呢 一起进入 周比特问卷 你说一个24岁的男孩 跟我说我还小 好像也挺尴尬 我感觉也不怎么小了 都挺懂事的年纪了 女孩就一直哭 哭哭哭跟个怨妇似的 在一个如花一样的年纪 你刚才跟网友的那段故事 让我想起了电视剧 《离婚律师》里面有一段 女孩亡恋 但你这还不到恋的程度 为什么 就是因为孤独寂寞冷啊 在一个陌生的城市 没有人给我安慰 没有人给我温暖 尽管我没有见过 网信那端的那个人 可是他会问候我 吃了吗 就这三个字就够了 相处两年了 他为什么不肯带你 去见他的朋友 你想过吗 为什么不肯带你 去见他的家人 你想过吗 为什么不肯跟你回去 见你的家人 你今天来到现场 跟我说 哎呀 我想嫁给他 你们离那个嫁娶 还有很长很长的路 你都没有走进 他的生活圈子呀 到现在还 你只是一厢情愿地 觉得说 我为了这个男生 放弃了老家的工作 放弃了我的生活 他认吗 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跟男生说 我们问一问 所有的过来人好了 谁敢跟自己的 丈母娘大吼大叫 你连她的老人都不尊重 你怎么样来尊重 你们两个之间的情感 怎么样许给她 一份未来呢 太漫长了这条路 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分手结束一段感情很难过 难是难 过了也就过了 祝福你们 谢谢 我很好奇 我问你一句啊 当时你跟你妈说 你要留下来的时候 你有想到过今天吗 没有 你有想到过 这个男人会变吗 没有 你有想到过今天 会那么不开心吗 没有 对 问题就在这儿 没有思考 不止你没有思考 他也没有思考 就你们两个人 做的所有的决定 所以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要留下来 无非就是当下 我想要推动的 而不是思考推动的 也就是你根本 没有想过将来 你觉得他想过你们的将来吗 你觉得他考虑过 你们未来的家庭 是什么样子的吗 都没有 既然如此 我很好奇一件事情 你凭什么说 我把未来交给了他 你凭什么说 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将来 然后你说 我把将来交给了他 事实其实很简单 你的未来 不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存在 或者不在 而消失 你的未来是取决于 你的抉择 你的选择 刚才赵川老师问你的时候 你就说 不舍得 你不舍得是这段感情吗 你不舍得是 你之前付出的时间吗 以前付出那些东西 一想到我跟你分手了 以前那些 所有的事情我都损失掉了 特别讨厌这个 但是你再想想你的未来 你24岁 60年70年的未来 和跟他在一起那几年 哪个损失的更多 我倒是认为你 应该有一点骨气 有一点承担能力 因为到最后 你的将来 不是抓在他手里 也不是抓在你妈手里 更不是抓在我们手里 是你自己的选择 谢谢 小伙子知道 老师们为什么那么 苦口婆心地 说这个姑娘吗 因为她多少有可怜之处啊 大家愿意帮她 她是可怜 你是可恨 你觉得这个女人软弱 好欺负 所以她妈 你也顺带不尊重 你换成别的女孩子妈妈 你试试 所以这种性格 这样的状态 我真的为你担心 欺软怕硬是最不好的地方 所以好好地要跟女朋友 因为和老人的态度的问题 要道歉 还有一点 一个男人 有些责任扛不动 可以提前说 我不扛 没问题 但不能开空头支票 如果认为说 我现在还小 我要玩 没问题啊 你甚至你四十岁想玩 也没问题 你不要拖着一个 不爱玩的人跟你玩啊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非常地不负责任 你自己去反思吧 姑娘我想跟你说的是 你无论是把 希望寄托在天津 能够让她照顾你 还是希望寄托在我回内蒙 我的父母能庇护我 我认为都不是最好的方法 我们能够依靠的 真的只有自己的内心 你如果一天内心不强大 一天不能够独立 你以后还会遇到 这样的情况 甚至说我们依靠 我们的父母 父母年纪大了 你应该成为他们的依靠 或者说有一天 你应该成为他们的依靠 明白吗 所以只有你自己长大了 才是真正的方法 所以千万别哭了啊 在个跟头没关系 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 好 谢谢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肯定不信 这个男人他看不上你 你信吗 一个人什么情况下 会看不上另外一个人 就是这个人自己都觉得 自己是没有价值的 你告诉我 你活到今时今日 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你说你在乎你母亲吗 如果你在乎你母亲 就不会在你的这个 所谓的男朋友 吼了自己的母亲之后 还一心想要嫁给他 你在乎他吗 你要是在乎他 就不会在网络上 跟别的男人暧昧 玩游戏 所以你连他也不在乎 你在乎自己吗 你也不在乎 你孤注一掷地 想要把自己交给他 你在乎自己吗 你自己的生命当中 都没有自己 想要在乎的东西 甚至连自己也不在乎 妈也不在乎 男朋友也不在乎 这段感情也不在乎 将来的事业也不在乎 请问 他为什么要在乎 你这样一个 什么都不在乎的人呢 你不要动不动就说 我是为了你而留下来的 好像自己放弃了 很珍贵的东西一样 事实上你留在内蒙古 和留在天津是一样的 在这靠他 在那靠妈 所以你为他留下来 这句话说出来 他并没有感觉到 我要为之动容 这个女孩为我放弃了一切 其实你也没放弃什么 你留在哪都一样的 所以你至少要想清楚 让自己活得有价值一点 每个女人都要在内心 对自己说 我最珍贵 这样的人才活得有盼头 你自己都没有珍贵的东西 别人是瞧不起你的 因为你自己都不在乎自己 好不好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我还小 我还要玩是吧 她当初为你留下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这么说 比如说当时这女生说 我不回内蒙古了 我在这儿 如果当时你跟她说 我们还小 我不一定会娶你 我还要玩 我还没玩够 你为什么不说实话 我看我说了 她就离开我 是啊 所以你就隐瞒了 你就骗吗 所以很简单 女生 不管是留在天津 还是在祖国的各个角落 你都要有自己对于将来的安排 你要有自己的价值 你唯有能够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男人才会认可你 才会把你当回事 否则的话 你付出的太多 别人也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明不明白 还有你 你想玩就玩 年轻玩没有问题 请你说真话 待会儿60秒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她说 我还小 我并没有打算 现在就结婚 再也不要说 我们真心相爱 你再相信我一次 肯定出时间出来陪你 我刚刚别信啊 不能信的 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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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对不起 我以后一天 抽出时间好好陪着你 我不玩游戏了 要把你放在第一位 对不起 求你原谅我 收好礼物 谢谢老师 谢谢两位请回吧 如果他们觉得 未来还想认真去爱 希望你们今天 好好地把四位老师的话 在心里过一遍 然后认真地面对 你们的生活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 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俩结婚快六年 我跟着他 基本没想过什么福 他现在对我的态度 还越来越冷淡 我知道嫁给我委屈他了 但现在也属于 我们的奋斗期 他总是埋怨我 我们结婚什么都没有 我没嫌弃他 这些年来陪着他 到处打工 吃苦受累 没有一句厌言 可他却越来越 不拿我当一回事 我觉得我没有变 结婚不就是柴米油盐 现在我们上有老 下有小 压力也很大 可他从来不理解我 他之前做生意失败 赔了钱 我没有说过他一句不是 可他现在拿我当空气一样 我觉得我就像个 不要钱的保姆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齐先生 29岁 来自安徽司机 女嘉宾张女士 29岁 来自安徽工人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啊 据说是小学同学 对 初中还是吗 是的 高中还是吗 高中不是了 高中不是了 但是又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这是咋回事啊 我们是一个村子的 是提亲是吧 对对对 现在结婚六年了 结婚六年了 不挺好吗 几个娃娜 两个一男一女 大的多大啊 大来五六岁 二的呢 两三岁了 这都挺好的吗 反正就是结婚五六年了嘛 然后他结婚的时候 又没车又没房 然后什么都没有 我就嫁给了他 主要是 就是看了他也蛮老实的嘛 因为毕竟是 也是小学同学 初中也是同学嘛 觉得他这个人蛮老实的 对 然后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嘛 然后遇到一个花店嘛 然后他就帮我买了一束花 送给了我 然后我就觉得 他有点小浪漫呢 那时候觉得也蛮好的 就挺喜欢他的 是这意思吧 对 结婚之后呢 结婚之后嘛 就一个月之后 我俩就一块去了宁波打工嘛 然后条件虽然很辛苦 但我觉得只要通过我们两个人的努力嘛 然后也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嘛 是不是当时还觉得挺幸福的 当时候觉得蛮幸福的 就是他回来的时候 还给我做饭 还给我洗衣服 什么都不用我弄 对 所以男人对一个女人的疼爱 会让女人很有幸福感 虽然条件很苦对吧 对 什么时候有的孩子呢 就我们结婚之后一年多左右嘛 然后我们就有了一个大宝嘛 还是带着大宝一起出去打工 还是就开始分开了 没有 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回来了 然后他就是等我生宝宝的时候 他就回来了六七天 那时候公司里面比较忙 那请假也不好请 所以你很难受是吧 他家部还有一个奶奶嘛 然后还有一个弟弟在那上学 然后我还要照顾到大宝 然后还要照顾到家里 那时候我就觉得我蛮辛苦的 是不容易 有人帮你带宝宝吗 然后他爸妈那时候 也就是出门打工了嘛 公公婆婆也不在 对 然后也没在 你还得管他弟弟 对 他弟弟回来的时候 还要弄下他弟弟 然后我就觉得 都没有一个知心的人 跟我就是搭话嘛 然后帮我的一下忙忙 就那样子 太累了 对 那个时候等于就长期的 两地分居是吗 分居了一年多嘛 哇 就一个人把宝宝那么小 一直带到一岁多 然后他又回来了 后来呢 然后就有了二宝嘛 其实那个时候也是 我也不知道嘛 就是那个二宝 就是无意间来到这里嘛 那我想想 一定是自己的小孩嘛 然后我就说 给他生下来嘛 那时候他觉得 不要生二宝 他不想要二宝 对 他不想 你看带个小孩压力多大呀 你也没带 你自己在外面 一年多全是老婆 自己一个人撑起了一片天 还压力大 他不想要是吧 对 他不想要 你坚持的 毕竟是自己的宝宝嘛 自己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嘛 我觉得如果不要的话 然后我觉得这个做母亲 肯定也有点失败嘛 对不对 就要了 然后就生下来嘛 生下来之后呢 还是两地分居 对 生下来之后 我跟他商量嘛 因为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又要带大宝 又要带小宝 然后就跟他打电话商量嘛 我说要不你回来吧 回没回啊 回来了 这就对了 然后回来之后 我就说 你上我爸那帮忙嘛 我爸也是做生意的嘛 因为你也没找到什么工作嘛 好的工作 对不对 我就说你上我爸那帮忙 钱虽然少了点 但你能跟我在一块 然后我觉得就蛮幸福的 对吧 然后谁知道 他在我爸那干了两个月嘛 然后就跟同称的一个同学嘛 然后跟他一块搞了一个养鸡室 挺好 养鸡 他一个人就出去在那里 忙他自己的事情 然后也照顾不到家里 这是干啥啊 男人不要有自己的事业嘛 得到这个岁数 我还是觉得男人事业很重要的 再大一大 你会觉得宝宝可能是最大的事业呢 反正就是他就忙机场了 是这意思吧 对 你就忙着生宝宝 对 那天天回家吗 还是就住在机场啊 反正也回来 但是回来得比较晚 他就忙他自己的事情 每天白天的时候 我还要看着大宝 还要照顾到小孩 他的喂奶嘛什么的 那你那会儿大宝也就两岁多是吧 对 两岁多 还要我自己弄 然后小孩哭了呢 我还要哄一下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你那事业做得怎么样啊 那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 干赔了 赔了 白折腾了 你老婆怪你了吗 没有 没怪 那还不赶紧回家带拔 我们自己做赔了就去上海了 就去上海打拼了 把小孩放在家里了 因为那时候他心理上嘛 有点情绪低落 然后我就说 要不我们俩再出去再拼一下 因为趁现在年轻嘛 还可以从头再来 对不对 然后就跟他商量 要不让你的父母回来 照看一下小孩 然后我们俩自己去一下上海 再拼一下 那你舍得吗 就突然之间大宝二宝都让他们带 那我肯定不舍得呀 一个做母亲的 对不对 虽然舍不得 但是觉得也要为了宝宝拼一下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 就去了上海了 对 然后就来到上海了 到了上海之后呢 到了上海 然后他给老板开车嘛 然后我在工厂里打工 然后就感觉他有点小钱了 对我的态度就完全地改变了 你知道吗 挣钱了 对老婆的态度改变了 都哪些改变呀 他就是回到家 就是爱搭不理的 就属于那样的 为啥对老婆爱搭不理啊 上一天班了 回家也比较累 司机嘛 而且开车有的时候十几个小时 也挺累的 就不想说话了 回家倒到床就睡觉了 他说他累 但他回到家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玩着手机 然后也不跟我说话 我那是玩手机吗 那是同事和领导发的信息 你说我驾驶员 领导出去出差 我都要开车去接他 不是 你都下了班了 还那个 你这说不通吧 我回信息呀 领导不就打一电话不就行了吗 我要回信息呀 他对我的态度就是 完全地大转变你知道吗 觉得我就像一个隐形人一样 就属于那样的 都隐形人了 对了 不说话 就不跟我说 也说 说得少 不做饭 你们领导有休息天吗 有 那休息天的表现得怎么样 休息天他在家 就我那时候还在上班嘛 他就是回来的时候就不做饭 然后还不洗衣服 钱都是我来做 钱都是我来洗的 那这咋解释呢 以前不都干吗 其实上班比较累 他不也上班嘛 你夫人也没闲着呀 就是上班有点累 不想 不想 回家都不想动了 但是我给他做饭 有一次吧 我给他做饭之后 他就是觉得我 就是耽误他的时间了嘛 然后他就对我大呼大叫的 吃饭还耽误时间 耽误什么时间 不是 领导约好了 在几点钟去接他 我提前的和他说好了 我说你赶快做 我马上就要走了 他在那磨磨叽叽的 我那堆饭都没吃 我都就出去了 那你自己做呀 所以今天来是为什么呀 想来干吗呀 现在就是想 之前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 然后还给我做饭 又给我媳妇 还承诺说 会给我做一辈子的饭 然后现在我什么事都会做了 他现在呢 对我的态度就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然后我现在来就觉得 要不要跟他在一起 你要考虑这么大的一个人生问题 对 因为最起码你的态度要有吧 他的态度就对我特别地冷淡 冷漠的那种 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还想不想过呀 都太小了 毕竟还有两个宝窝的嘛 现在挣钱挣得比他多啊 比他多一点 多多少 三四千嘛 三四千就可以做大爷了 我想男人嘛 你是不是 人家老婆在家里做饭洗衣服 人家也没说啥呀 就你热热天里 唠唠叨叨的 不是 你怎么知道 人家老婆没说什么呢 你是从哪知道的呢 我特想知道 来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温卷 你月月挣多少钱呀 你没多少钱呀 没多少钱呀 我也是人家老婆 我在家里就不做饭洗衣服啊 因为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啊 你是不是也挣钱啊 我也也挣钱呢 你看他也挣钱呀 为啥他就得给你做饭洗衣服啊 凭啥呀 我又不是你姑的保姆 啥叫唠唠叨叨呀 那人家老婆当年 一只玫瑰花就嫁给人家了 人家老婆自己独自一个人 抚养两个孩子啊 不要跟人家比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情况 你太太要照顾两个孩子 当他在思念自己的先生 独自承担这一切的时候 你有心疼过他吗 所以其实他是不容易的 我自己一个人带一个宝宝 我都觉得非常的累了 很艰难 更何况他带两个 我写下了几个词 在他的身上总结你们这六年的生活 首先你们出去打工 艰苦 然后独自地抚养宝宝 承担 你做生意失败的时候 他没有对你进行指责 而且亏的那些钱里面 也有他曾经一起出去打工 赚回来的钱 对吧 宽容 你再一次选择重新出发的时候 在上海 他在你的身边 陪伴 这些词语用在一个 柔弱的女性身上 我挑不出任何的问题 他没有要求你大富大贵 他只是要求你 给他多一点的呵护 疼爱 甚至是就是像从前一样 给我一些温存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们已经走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 未来的生活是向好的 无论是你们选择继续在大城市为了梦想打拼 还是当你们攒够了一些钱以后 回到那个温暖的家 和老人和孩子一起共享天伦之乐 这都是一个美好的结果 但是他今天之所以站在这儿 无非是因为你的表现 指向了另外的两个结果 第一 结束这段婚姻 他刚好很明确地表示了 第二 改变你现在的状态 他的实实地 好好地对待那个曾经 为你为家庭如此付出的媳妇 祝你们白头偕老 谢谢 你会想到说 为什么我老公变了 以前说要给我做饭做一辈子 现在变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不要想太悲观 原因其实特别地简单 人和人之间会有一个安全感的判断 最初你们谈恋爱 刚结婚 每个人心中的安全感没有那么足 时间一长 不用说你老公了 我都感觉到你是死心塌地 跟他要过一辈子的 所以他特别舒服 他的安全感特别足 那么他本性的东西就 毫不掩饰地就表现出来了 大爷壮回家懒 还对你发脾气 所以他特别安全特别舒适 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但我跟你们讲 这就像慢性毒药一样 很多婚姻就是这样一点点地 在自己完全放松自己状态的 所谓的安全感的驱动下 走向了破裂 有时候我们说 有些对婚姻情感的焦虑和压力 真的是动力 所以先生你要注意 你要小心 你这个状态 其实现在家庭已经亮起了黄灯 它已经开始承受不了了 你不能够完全因为 知道这个女人踏实地爱着你 你就放纵自己的感受 其实婚姻就是这样 我们不断地在努力中前行 慢慢使我们可能本性中一些 不利于婚姻发展的 不利于婚姻幸福的东西 慢慢地改变 一点一点地改变 真正变成一个勤快地 爱她的愿意照顾她的人 这需要你的努力 但如果你不努力 黄灯接下来是什么灯 红灯 真的有可能会面对更大的问题 还有就是 真的要多抽空去陪陪孩子 否则我们即便茫然地奋斗了一生 留给孩子 留给后代的又是什么呢 希望你们能够开心起来 找到爱这个家 爱孩子的正确的方式 谢谢 没结婚之前 敢对她发这样的脾心吗 没有结婚之前 你们的家境是有差距的 你内心应该是有点自卑的 为什么现在就敢了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诧异 你说当年这么老实 一个男人怎么现在 会变得有点强势的 是吧 我告诉你 有些人老实 是因为条件还不够 现在有两个钱了 就会有点不老实 他刚才口口声声跟你说的那些 别人叫他媳妇不都这么干吗 其潜台词 是很多的男性心中的潜台词就是 谁让你嫁给我了呢 你也生了两个孩子 你就是咱们家的人了 这辈子你就逃不掉了 你可老老实实给我呆着 更何况我现在还比你多挣几千块钱 是吧 挣两个钱你还不得了了你 所以啊 我最大的建议就是 回你们的老家去 你有两个孩子在老家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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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爱情不好嫌弃 有网友提问说 一个人躲不能两个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的沟通呢 想要婚姻有温度 首先要做一个有温度的人 祝你们幸福 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 还有女人躺下来好朋友